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诺阿兹亚表示 当局已经第一时间处置含有化学废料的桶 而当局也正在连同警方展开详细的调查 以鉴定案件背后不负责任的单位或是个人 根据了解 桶内的化学废料一度流入工业区附近的河流 所幸在雪州水务管理局和各政府机构抢救之下 才确保临近的河流和绿水站不受影响 感谢观看